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我觉得顾艾伦的水平是NBA的水平 林书豪这番话到底是商业互吹 还是事实如此 看完这场比赛 你心中一定会有答案 这是2011年的耐克巅峰赛 顾艾伦代表国际队出场 球队的另外两名空位 分别是刚被骑士踩到的潘格斯 以及巴西人美托 首截还有六分多钟 顾艾伦换下潘格斯 作为空球后卫 他只拍了一下球 就收球站在了原地 这将是本场比赛 队友对他失事信任的伏笔 顾艾伦领防回应库克 防守是很积极 但在裁判眼皮底下冒险掏球 让他吃到了个人的首次犯规 一分钟后 顾艾伦第一次发起持球进攻 面对罗腾的背后掏球 他脸朝下扑倒在地 对手抓住失误 打起了反击 再看这个回合 顾艾伦底线发球给到诺盖拉 后者手递手回给顾艾伦 他在原地不停的胯下 萨利奇跑过来替他做掩护 结果顾艾伦直接顶着防守扔了个三分 又过了一分钟 顾艾伦在三分线外接球 他晃起了浓眉 但半截篮打了铁 第一截的最后一分钟 顾艾伦终于要得分了 麦卡杜冲得太猛 撞倒了他 由于美国对本节犯规次数已满 顾艾伦被送上罚球线 第一发打进后 球崩得有点远 只见他一个漂亮的胯下捞球 精准地传给了裁判 第二发再次命中 拿下两分 还有二十来秒 顾艾伦应该压压时间 但面对世界上最好的一帮年轻人 他丢掉了往日的自信 只好通过传球打到前场 这和后卫运球过半场最大的区别在于 球队没法快速落位执行战术 所以我们看到比勇博被包夹 想再调给顾艾伦重新组织 结果出现失误 被比尔抢断 顾艾伦还因此赔上了犯规 第一截就这样结束 第二截回来 顾艾伦被继续留在场上 内托抢断快攻 惨遭钉板大帽 顾艾伦拿下篮板 篮下近在咫尺的擦板 他也没能放紧 防守他的 是全美第一高中生 奥斯汀·里福斯 第二截打了一分钟 顾艾伦就被换下 直到这截的最后一分钟 才再次当场 底线发球给他 镜头都没跟上 球权就发生了转换 好在队友捡回来 此时内托无视顾艾伦 直接给到底角的贝尔坦斯 后者三分独秒命中 半场比赛也随之结束 等到顾艾伦再次上场时 已是第三节目 现场的记者在采访龙梅 顾艾伦压地重心杀入禁区 这要是在CBA就肯定进了 但面对准恩别的防守 他吃了一记火锅 球队拍了一次反击 顾艾伦特别想证明自己 他继续持球发起进攻 成名绝技突破转身 被马奎斯·蒂格从怀中伸抢 裁判吹了顾艾伦走步 所以这又是一次失误 底线接球亮亮呛呛 传球又高出天际 顾艾伦的第三节也就这么结束了 这样的表现 也只能等到比赛进入垃圾时间 才可能再上 第四节最后两分钟 顾艾伦打进了本场比赛的 第一个运动战竞球 对手根本没有防守他 全场五投一中 拿到四分三篮板一助攻 外加两次反规和两次失误 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出 顾艾伦在和美国顶尖高中生的对抗中 存在多大的差距 哪怕是和队友潘格斯 或者内托相比 也是肉眼可见的莽撞 看到这里 视频开头的问题 我想你们已经有了答案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